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响》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珊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JPEG案件 我们看到较早前被拘捕的人陈怡临作 两个交了保释金后还了自由 而其中看到陈怡在23号的时候 即是两天前 就说自己要飞去日本旅行 当初就看会不会是要去着草 你说如果去英国旅行 机会就会高一点 不过如果你说做得老千的话 先去日本过过冷河 再转机去英国行不行 其实上当年许志峰也是的 他第一步也不是先去英国 他之后才转机去英国做流亡 叫家爷仔那自己再搭飞机去英国回合他 就是这样的 我们还看到当时他那个叉野OTC 场外打换店是有开的 不过我们来看看时间点 本来他在上周还说自己被捕后会继续营业 甚至说可以不利用什么平台 都可以去兑换USDT 即是以美金挂钩的太大币 不过现在揭露到原来他就静悄悄 在上周五22号的时候 突然宣布要暂停营业 直至另行通知 我们看看情况是怎样 高调说自己不害怕 就继续说会开回那个捕换店 即是这些虚拟币的捕换店 也都很高调告诉大家 他都不害怕什么 甚至乎警方也批准他 没有说要收起他的旅游证件 可以让他去日本玩 但是又静悄悄要宣布暂停营业 我们也说过 他们这些所谓场外交易 又要收手续费 如果你玩得虚拟币的话 基本上你都信任网络上的操作和交易 不然你不信 你去回传统的银行慢慢排队好 为什么会来这些捕换店 当然背后有些景色 不是我们今次的讨论范围以内 似乎你高调告诉别人没事 但是你又静悄悄 这样删了一档 不早 那就奇怪 我们都说了 其实那个问题在于JPEG那方面 如果你说再去推销JPEG 给你的客户叫他们去加入 他们去装这些东西 我相信就不会了 而且他较早前也说了 他自己说 说有100万的保释金就要交出来 可能大家基于一个点 就会觉得他不会为了要放弃这100万 去换取自己的着草 自由回来 还有你说到自己天不霸地不怕 又说什么大将军 又什么天逢元帅 这些还是怎样的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竟然就删了你那几间铺 还要是直到另行通知 天天都是铺租来的 还有请人那些 不用钱的 如是者就出现了一个位置 那些信徒 那是否会引起这个恐慌 你说一下 经常又叫他做将军 将军 将军也不见了 甚至乎把那个军营 也拆了他 那怎样去带兵打仗 如果你们还要盲目地信他 这些人真的没得救 那话说在他再度收档的时候 有些记者在上个星期四 即21号的时候 就去扮认那些客人 我想他们现在都会提高警觉 就是看有没有是假的 还是怎样 就去兑换店那里 问一下出入金的服务 说可以预约到 换店就不限平台来兑换USDT 即使你是什么平台都可以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例如币安这些 都可以帮你做到兑换 其实我也觉得 你自己按都按不到 要不要走去那里搞 还有你没理由不懂 说我不会推广任何加密币的平台 那个记者挺有趣 问一下能不能够汇款去到JPEG 他就重申 我是不限平台的 即使暗示叫做可以 那些信徒也挺有趣 我看他们现在有什么说 为何仍然可以相信 这个丰富的肥婆 即使他们会觉得 现在他就算 删除了一档 不做的话 要给这么贵的铺租 也是硬针的 其实他跟JPEG一样 受到证监的打压 受到警方的追击 所以才要暂时停了一家 他自己都损失很惨 大家体谅一下他 为什么人可以蠢得这样 你明明被他骗了你 进去JPEG这个局 就会觉得 如果不是证监 开了口 爆了这件事出来 JPEG都不会无端端 就说要将那个 手续费 加到1000元 就是999元 很明显 就是证监的错 为什么无端端要这样做 他们会有一个感觉 如果你不出声的话 天下太平就什么事都没有 你一出声 就现在就搞成这样 你说假设 如果当突然有一天 JPEG说可以开放给大家出金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 像较早前的薯条歌 就是太大量的人涌出金 再加上他们有些资金 之前又不知去了哪里 一口气就会连他们 因为上年11月时候 薯条歌的那家FTX 就是出现了他们的经营 那个问题 都浮现在一起 因为薯条歌也是一样的 他另外自己有出一只自己的货币 就像JPEG这次 如果真的开放的话 你会不会说 你们先拿吧 我迟些才拿 我不用这么心急 免得太多人太心急 一次拿 搞到像薯条歌的那家FTX 就死了 哪里人这样的 是吧 那些苦主真是不要想 你会有机会在JPEG 拿回那些钱 你预料没有 如果他还叫你投入多些钱 然后有机会拿回 例如 现在说两年后 一对一的股东形式 有些人真的傻到 可能真的买一块 来到 叫做混货的形式 等你之前那些 例如你 你虚了10万 那你未来 就再多10万 如果两年后 起过孖的 那你就可以 和到之前虚了10万 然后平平安安离场 就是当过 之前那10万就算了 没了它 拿不回了 但是 未来 因为你说 公司分 一些股份 就算出来给你们拆 这样去 计算到货币 那真的有些傻子 因为有些人觉得 哎 反正都没了这个货币 不差再 给多一点 拼一拼 骗我的 就骗到这个 如果不是的话 起码都给我拿一些渣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想的 所以为什么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这些什么诈骗的 KK圆区 或者其他不同 在东南亚 泰国那些 陷你过去柬埔寨 有其他不同的东西 你会发觉 是仍然有人去的 等于这样 那时候 台湾 直接要找一些 警员 在机场截住那些人 叫他们不要去 问你为什么要去柬埔寨 如果见你知名义对 是说自己要过去打工 还是怎样 就会问清问楚 劝你不要过去 当然 它不可以用粗暴的手段 就抓住你 绑住你说不让你去 要施难你本证件 这样就不行 那又会在机场里贴纸 你会觉得 对啊 明明都知道 那个是责变集团 你还在那里 也都说了 你去到的话 你真的要帮他赚 不知多少钱 你才可以叫离开 有些人 他真的抱着这个心态 照下去博 可能听到节目的你 或者你自己本身 不是一个叫倒性那么强的人 或者这些对于博 他们真的会给你 或者这一局不是骗你 上一局是骗你 或者甚至乎你觉得 两局都不是骗你 只不过 如果现在 人家都不肯扔这些钱 就一定就没得翻身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会选择信尘疑 因为我们看到 因为例如 證监今天出来这样说 那些申请名单 终于 丑附中追见家庸 都说 愿意 会教导市民怎么看 就是说 是 他们正在申请 或者是进行中 或者意向是 什么形容词也好 总之 你是正在申请 会把名字放出来 但是不是有牌 所以有什么风险 是没办法估计的 所以就算看到名字也好 也叫敬请小心 你只可以说是有 正式的申请 就不像JPAS那样 是没有的 甚至乎 找个什么冬季 然后找个鬼佬 就说是JPAS 是什么香港负责人 还是什么 随便找个鬼佬 出来骗一下你 你们就真的会相信 所以为什么 陈怡还有人信他 又说什么 他也是被害的一个人 还是怎样 他又没有说自己有买JPAS 就是觉得 你看他几间铺子 都不开了 还是怎样 其实呢 教导情有另一个 90后索爆的 开了几间 又是这些什么币 什么币 其实有几个都是 都是有币的 开了出来的 什么 第二天拘捕那些 什么币少爷 还是什么鬼 那些 那些奇奇怪怪 他们也是的 有些常在中环那里开 有得喝酒吧 然后唱币 喝着酒吧唱币都可以 为什么要这么有型 如果这些那么科技的东西 自己的手机按都可以 用个酒力按 你神经的 那当然是引你们 要开一下什么JPAS 吃一下高回涌 那些什么 那我们今次就说到这里 那究竟陈怡 什么时候旅行员回来呢 那究竟 会不会真的要叫做着草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理论上来说 这一堂东西就迟早爆煲了 即是那些浅不浅的那些 刚才都说了 你不要想着有得拿的 因为他现在是要越拖长的时间 才够时间 去给自己调走的钱 对不对 如果你还要相信他的 那没办法 现在静静地 还要把东西停业了 之前说到这么无畏无据 那为什么停了他呢 你又不解释 甚至乎他不说 你在他的网上留言问他这些 所以他都不让你这些留言出来了 那为什么不让呢 就是怕有些人 懂得看的 就去看留言 看到一些人的留言 集合了不同的人的视觉 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 另一些critical thinking 会去自己想到 咦 可能真的有点不妥 如果这样的话 令到多一个人觉醒 就会对他来说 就会多一番危险 那为什么不删掉这些留言 不要让他播出来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他的留言 看到一些人这样说 这样写 都会对我们的思考 有些启发性 又未必全部都是情绪性的发泄 就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丰富 那究竟会回来呢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不过暂时那些冬季 Persillin 那些 就好像都不说 有真正的被捕 究竟是不是 已经一早着草了呢 他们那几档事都不搞的了 搞你干什么 还有 例如是什么冬季 就只有一间 也不知道什么 好了 我们今次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